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美國前總統奧巴馬 昨天上了美國廣播公司 一個左翼時事評論節目 叫做Jimmy Kimmel Live接受訪問 他在節目當中 竟然大打開口牌 明目張膽地對特朗普作出威脅 奧巴馬就說 他可以隨時派遣美國海軍的海炮突擊隊 將特朗普從白宮趕扯 究竟奧巴馬 胡佬裏面賣的是什麼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節目當中 那位左翼主持 叫做Jimmy Kimmel 他就問奧巴馬 現在特朗普陣營 正在那些關鍵的搖擺州 就著他們聲稱存在的選舉舞弊行為 在進行法律程序 並且誓言要戰鬥到底 在法庭之上 那麼你這麼快就已經向拜登和賀錦麗表示祝賀 你會不會覺得 這一種的做法 是為時過早呢 奧巴馬就說不會 他認為現在做得正是合時 另外他又怎麼說呢 稱讚前總統喬治布殊 說他是愛國者 為什麼呢 奧巴馬就說 當他剛剛 當選的時候 正處於一場巨大的危機之中 就是那場零八金融危機 金融海嘯 布殊就和他 雖然存在著很大的政策分歧 但是布殊是一個 好人來的 是愛國者來的 他就命令團隊當中每一個人 在過渡期間都要和他進行無縫的合作 這樣就不但使得他的過渡團隊 獲得了更多的幫助 而且實際上 也能夠使得他 可以率先制止可能會發生的一場經濟大蕭條 這個奧巴馬所說的這段說話 無非就是要來逮特朗普的 即是現在好說特朗普 指使那個總務處 不肯確認拜登已經是當選為美國總統 於是扣起了那些 過渡所需的費用 以及就是不同 拜登的所謂過渡團隊 分享一些機要的資訊 但是這個奧巴馬 說到要出動海豹部隊 去驅趕特朗普出白宮 你作為一個美國的前總統 無論你是以所謂開玩笑的態度去說也好 或者是以一種嚴肅的態度去說也好 這個是不應該的 更何況就是 你奧巴馬自己都做過八年的美國總統 你很應該知道 說這些說話出來就是大逆不道的 而且他也是清楚明白到 特朗普現在還是 現任的美國總統 他是合法就任的 現在還是特朗普的第一屆總統任期之內 去到2021年 1月19日才完結 所以特朗普去到那天 之前為止 其實還是美軍的三軍總司令 所以你奧巴馬怎麼會說得出 動用海軍的海豹部隊去趕特朗普 你憑什麼 或者你以一個什麼身份來說這番話呢 你是奧巴馬 你是美國的前總統 你不是一個普通的美國黑人退休 你講這番話 而且公開這樣說 是不是想對特朗普作出一種暗示 就是說若然他不肯交出權力的時候 你們就會對他採取什麼的軍事行動呢 如果是的話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現在特朗普陣營 在法院裡面提出了那麼多法律訴訟 其實到現在 哪一個會成為下屆的美國總統 都是說不買的 你又不能夠假定 特朗普是一定要在這個1月20號的時候交出權力 如果他是連任的時候 就不需要交出權力 反之你現在這班傢伙 說拜登是這個所謂 president elected 那這班人其實就是 在想奪權 是不是 所以難免有些評論人就說 這班人是不是在搞政變 現在連這個 海豹部隊都搬出來說 難免是不會讓人這樣想 是不是 說到擺明居馬好像要奪權 其實也是無視了美國的司法獨立 人家還有那麼多案件在法庭等候審訊的時候 你就已經說明拜登贏了 你是法官肚子裡面的蟲嗎 你怎麼知道那些案件會怎麼判呢 你怎麼知道在12月8日之前 是會判決得了呢 你奧巴馬也不知道的嘛 除非 你是知道一些內幕啦 你是知道那些法院是會 所有的判決都是判特朗普敗訴 判拜登有利啦 除非是這樣 難道你奧巴馬在判決之前就已經知道的結果 真是奇怪啦 說到海豹部隊 好啦 那麼其實這個呢 多少也都是反映到 那幫這樣的 民主黨的高層人士 也都是相當之焦急 還有有多少的恐懼的啦 總之呢就要夾手夾腳 聯同那些 主流媒體和科技巨企 屢應外嚇 無非就是要 剷除特朗普的 還說到這個喬治布殊是好人 你當然覺得他好人啦 因為喬治布殊 他整個的內閣都是不妥特朗普的嘛 這個 前國務卿 霸威爾 早就已經出來 說要不投特朗普一票的啦 你就讚他好人啦 當然喬治布殊由頭到尾都看不到特朗普不順眼的啦 這些就變成是 私怨蓋過了一切啦 而奧巴馬現在就顯得好像很急 那到底他急些什麼呢 為什麼要把特朗普 除之而後快 好像特朗普連任的時候 會對於他有不利呢 是不是在他就任的8年總統任期之內 其實他對於拜登和亨特的一些行為舉動 他是知情的呢 到底他們之間是有沒有什麼協議呢 紐約郵報就曾經登過亨特一封的電子郵件 說分錢那一封 就說那個壁街就是拜登來的嘛 然後有個O 單紐一個O 有個說法就是這個奧巴馬來的 是不是屬實呢 是不是要 剷除特朗普等到他沒有辦法就這些東西再調查下去呢 這一連串的問題 答案大概就只有奧巴馬自己才知道 好了跟著就說一下拜登 拜登 自稱這個總統當選人 只不過他就未登天子位 才自殺人都 昨天拜登 就跟那些國會領袖會面的時候 就討論一下 往後的立法議程安排 在這個會面結束之前的一刻 有一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 忽然之間就提問拜登 他就說 拜登先生 你的工作小組就說 已經可以安全地讓那些學生上課 那你會怎樣鼓勵那些教師 和你們加強合作 將那些小蚊子帶回課室呢 這條問題其實 都平平無奇 問一下你關於那些 防疫控疫的東西 沒什麼特別的 又不是踩到你拜登的尾 但是拜登 沒有回答到他不特止 反而就斥責記者 為什麼整場 只有你一個 一整天的大呼小叫 問問題 好了跟著 其他的職員 馬上就把這位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 拘離了 實際因為這個拜登 為什麼會 好像著火一樣 其實這個記者 就已經有些前科了 原來他曾經多次 當著拜登的面 追問有關於他兒子亨特的醜聞 這些是選前的東西 想不到拜登就寄到選後了 當然面對著這些新聞 那些燈粉就不願意面對 他們一味就只懂得斥責 說特朗普在記者會之上 怎樣來 跟那些記者針鋒相對 實際現在這個拜登 是不是一扎扎 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是不是 又不見那些燈粉拿出來說 唉真是 另外的就是 這個記者獲得很多行家的力撐 為什麼呢 人家就說 已經有九成的主流媒體 偏袒拜登 向拜登陣營傾斜 現在這個記者只不過是提問一些 那麼基本的問題 竟然間都遭到一個那麼無禮的對待 那這些當然會得罪了很多的新聞工作者 人家只不過是求真相 求的事實 不是說特地針對你拜登 已經 你說之前他問你醜聞的事 踩到你的尾 那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是不是 照計你都自稱為這個美國總統當選人 就應該是大人有大量有多少大象風範 要是 怎麼會把這些 這些芝麻綠豆小事記在心上 記到現在 而且連人家的記者 發問的空間都抹殺了 當然在那個場合 你問我 我都認為 是有些唐突的 因為在那次的會面當中 的而且確沒有預設到一個記者 答問的環節 但是既然記者都問到你的時候 開口的時候 你拜登就開一下金口 不斷地 忽然敷衍他回應他一兩句都要 是不是 現在就不是的 人家問問你 你就已經起鋼了 很急 其實整個拜登陣營 都不知道在急什麼 很想就馬上奠定到這個勝局為止 不想出現什麼差池 如果你真的認為 今屆的總統大選 無論在投票和點票過程當中 真的沒有出現特朗普陣營所提出的 那些選舉舞弊行為指控 你是清白的 這個選舉結果是真實無誤 是真確的 那為什麼要這麼急 尤其是要交接 往往就是要造成一些 製造一些既定事實出來 等到特朗普沒有彎回不了 但是12月14日 就已經是投選舉人票 整班人急什麼 今天都已經是21號 22號 有什麼這麼急 是你的 始終都是你的 除非有些東西 根本上又不屬於你的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